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一 主要講講資金流向 我們看到基本成交金額 可以逐步上升 這是一個好事 估計維持這個現狀的話 去到明年1月左右 香港股市應該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在近10天的資金流動情況 看到是比較反覆的 不是持續上升 不過大市的資金逐漸上升 北水比較反覆 大市的成交也逐漸上升 北水現在的啟示性比較少了 因為它都是日出日入 最近看到這些受惠於利息下降 另外還有石油 還有普通的息口 這些是炒股 變成有所流入 而流出的就是 中國企業指數 恆生指數 騰訊、健行、盈扶基金等 這些都是每個星期五 北水都是基本起點 之前炒股市炒股市場的就走投 北水的整體流向 你看到之前這邊比較是 入少 入多出少 現在這裡似乎就是 出入都那麼多 所以市是反覆的 所以市是反覆的 我們再其次看看 我們再看看 行業板塊方面 煤炭股今天是升得最好 原因是天氣冷 我們再看看 煤炭是排第十一 上日禮拜五是排第十二 農業產品是排第二 上日排第三 交通設施、化學製品 這個比較大一點的升幅 煤炭方面 就是一些細藝的煤炭股 是升幅比較大的 好像這裡這樣 大的好像神法 那這隻升那麼少 原因是它大份要炒上 比較困難 這些就不同了 升一毫子、兩毫子 已經升了16% 因為它原價 都只不過 不是升一個先 兩個先 已經升了這麼多 因為原價都是一毫三子 蒙古能源 和藍窩壁 是值得留意的 其次 農業股方面 由於是 由於它是 這個升得比較 是加壓小 所以就升得比較多 這個沒有太大 啟發性 反正中良加階項 是八個章集團 10月 以及10月到天 是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是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浙江湖 和浙江湖 等等這些 都是有了一個很足額的上升 原因是真真正正的經濟回復上升 所以這些就會先行 化學製品 這些是細藝 新年新化肥 這些是農業的 這些都是有所上升 好了 我們首先看看 就是 旗子 旗子來到保里加通道 中族 是受阻 是回落 只要的回落 只要的回落 不要低於165 165 對不起 165是這些水平 只要它不低於165 後市 是可以逐望這樣去上升的 那就會應該可望見到 大約是1萬8點左右 那 忘記說 個股 個別的股票來講 盈副基金被估 今天 騰訊被估 那 就變成了 這些都是比較大的 下跌的板塊 美團 友邦 這些都是轉身被估 接著我們來看看 是